各位大家好 感謝您收看Kenny的影片 今天我們要來做的是 換Tesla的輪胎 第一步 先把輪胎蓋拔掉 OK 很簡單 直接拉就可以了 好 五顆 21mm的輪胎 的螺毛 好 打不動 打不動的話 就要用另一個方法 這是四吋 四吋的頭 不是 四分的頭 然後 因為輪胎已經離開地面了 所以現在不太好鬆 所以我們再把輪胎降下來 OK 輪胎已經著地了 好 先用手 稍微鬆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用 氣槍 來 鬆 OK 好 然後現在再把輪胎 車子舉起來 再把車子舉起來 再把車子舉起來 用槍來打 用槍打 槍 OK OK 现在轮胎就拆下来了 现在我们做的是 每一万公里的 轮胎前后对调 对不起不是一万公里 是一万麦 既然打开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轮胎的 轮胎皮 是不是还够深 不够亮 OK 等一下我们看后轮就看得很清楚 大概在这个地方 所以还是够的 那里面 比较不太容易看得到 但是 从后面也看得到 从这里也看得到 从前面这里也看得到 轮胎皮的厚度 然后 看看刹车片 有没有很明显的 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很光滑 很平滑 很棒 然后 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 电线脱落 轮胎 这个什么裸杆 很明显的松动 或者是很明显的什么破洞 OK 那现在我们来装轮胎 OK 轮胎我们讲一下 这个沟槽 当你看到这个横的沟槽 出现的时候 就是该换轮胎的时候了 我现在已经行驶了 4万麦 所以 它4万麦的寿命 已经到了 准备 要开始 花大钱了 先用手带上一颗 然后它就不会滑下来 然后我们再用手 戴上其他的螺帽 锁螺帽有一个原则就是 一开始你一定要用手来锁 不管你是有什么好工具 注意 一开始 要用手来锁 慢慢的锁 找到那个牙的位置 不然 硬锁 把裸杆弄坏了 那是很悲哀的事情 注意 一开始要用手锁 好 再来我们可以用枪 凡是锁圆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记得要锁对角 比如说第一个是上面 第二个就是下面 那至于说下面是这两颗 那是哪一颗就没有关系了 你可以从这里开始 也可以从这里开始 好来我们现在 再调 紧的位置 OK 已经 已经紧了 然后 再来 全部上一圈 OK 重点来了 我们要上磅数 磅数是什么 就是 力矩 你的 OK 最后一个步骤 要上磅数 Tesla的轮胎磅数是 一百 二十 九 尺磅 或者是 一百七十五 牛顿米 所以好来 我们现在来磅 磅数 当你听到这个 咖 一声 就是他的磅数到了 好来 磅对角 好 这样磅数都到了 然后 盖回来 輪胎蓋完工 輪胎蓋輕輕拍回去就好 然後唯一一個不同的地方是 這裡有一個缺口是專門給打氣孔用的 好 就這樣 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